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只会被认为将会踏入10万亿市值的公司 就是一直说的NVIDIA 今年升幅是1.3倍 最近有元宇宙概念之后 就更加不断上升 大海目标价都不断追上去 300多元那些 其实整条街都是 丁sir达他的策略做得很好 有空又会放一些好东西 但是你留意英伟达过去一年 今年美股无论IPO也好 或者一些收购学并也好 都很刺烈的 英伟达也是今年之内 如果你有留意到 都有出去收购ARM等等 其实有些都不是那么顺利的 是吧 最重要的是 其实这间公司的口碑 都是近两个星期才能做多些功课 这间是好东西 原来背后的营运 因为一间公司最重要的是 它没有增长前景 但是如果你敌意收购 或者别人觉得你有威胁 就反而再进一步膨胀 或者垂直扩张的那个幅度 可能就未必会好像市场预期那样多 当然我其实说了一轮 我不排除下年下半年 英伟达真的可以升到三百元以上 但是始终未来这两三个月 逢出我都是那句口头禅 阿婆走得比市有古怪 逢出忽然间又百多元升到二百多元 升一倍的东西我一定叫客就好 最近他有比较多消息 最新有个秋季GTC大会 老板整个Q版公仔出来 介绍他的Omniverse Avatar 这些充满了很sexy的元宇宙概念 打造一个大的平台 让你们不同的行业 其实都可以踩着他这个平台 去发展元宇宙 当然我不会知道他未来几年 这一方面发展够不够 暂时靠这个消息 都似乎还够先放着 是的 先放着 今晚整个概念 就是两只股票 英伟达和Tesla 英伟达其实前几个月 我仍然看好 只不过短线升得太多 升得太多 元宇宙连中央前两天都出声 不要乱乱 但今天元宇宙A股都挺好的 仍然在升 我介绍一下 两只都仍在赢 但是问题就是 国内元宇宙 其实已经回调了 在九月已经见到 顶部下跌了两个月 现在还未升到顶部 英伟达 其实确实在很多方面 元宇宙概念里面 七八个范畴里面 它有两三个范畴 都是一个领先 是龙头 龙头来的 但不要忘记 等于Tesla近期都出现了强敌 Rivian 是 LCID Lucy 那些 一定会有同业竞争 最初跑出来 所以各位都要当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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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感谢观看